女人的身材妖娆 长相甜美 白天她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到了晚上 她就变成了一个无头人 游荡在校园里 女人叫阿珍 她的脾气火爆 老师和学生都有点怕她 每天在学校的任务 就是管教调皮的学生 这天她发现学生不知道在拍什么 走近一看 发现墙上贴满了自己被恶狗的画像 阿珍很生气 愤怒地她撕下了画像 发现里面还藏着东西 等阿珍定睛一看 结果下一秒 恶作剧的幕后黑手就是小塔和小皮 很快两人就被阿珍抓住了 阿珍把他们拉到了操场上 用教编狠狠地打他们的屁股 众目睽睽之下 两人就这样被教导主任惩罚 小皮暗暗发誓 一定要报复教导主任 就在两人商量对策时 被清洁工听见了 他不仅不阻止 还拱火说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就在这时 小皮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这个主意就是半鬼去下阿珍 两人披着白色被单 带着恐怖面具来到阿珍的宿舍 就在这时 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传来 两人赶紧躲在角落 听见脚步声从远到近 他们开始倒计时 就在两人起身时 吓得两人撒腿就跑 小塔还被拉住了小腿 还好及时脱困 然而就在第二天 学生在菜园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 两个学生想要半鬼下教导主任 没想到来的是一个无头人 两人吓得撒腿就跑 第二天教导主任的身体 在地里被发现 可是警方却找不到他的脑袋 小皮和小塔这才明白 昨天遇见的是教导主任的鬼鬼 然而小塔却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 估计昨天逃跑时 不小心丢在教导主任的宿舍里 于是两人找到一位高僧帮忙 高僧带着两人来到宿舍 就在两人寻找手机时 小皮发现了自己恶搞教导主任的画像 主任不仅没有损坏画像 还将他们收藏起来 这让小皮悔恨不已 他把画像收了起来 两人找不到手机 于是小塔便拨打了电话 只听见手机铃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三人又战战兢兢往另一个房间走去 只见一只鬼手正拍打着桌子 三人吓得失声尖叫 高僧手里的东西一扔直接跑落了 等两人反应过来想跑时 房门突然关了起来 怎么也打不开 身后的教导主任拿着手机走了出来 两人本来很是害怕 可是教导主任没有头不能说话 他比划着各种手势 两人这才明白 教导主任想要找回自己的头 两人只好答应下来 教导主任这才放他们离开 为了让主任安息 两人来到案发地查找线索 而教导主任也来到这里 小塔询问老师有什么感觉 只见主任的身体颤抖着 他们立即明白 主任的头颅应该藏在冰冷的地方 于是他们想到了学校卖奶茶的阿姨 他们开始暗中观察 学校里身材妖劳的女老师被害 她的头颅离奇消失不见 两位学生为了让老师安息 暗中调查头颅的取向 了解到奶茶阿姨欠钱不还 很有作案的动机 趁她离开摊位时 两人打开了冰箱 发现里面果然有个黑色袋子 可随后却发现只是一个大西瓜 就在两人吃瓜时 他们发现了清洁工大叔鬼鬼祟祟的 于是小塔假装请他吃东西引开了他 可是没想到铁门上锁了 还好主任一棍子打开了铁锁 果然仓库里有一个冰箱 一人一鬼正准备打开冰箱室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手机铃声 原来是学校的男老师阿伟来了 小皮只好藏进了冰箱里 阿伟发现门锁被砸坏 他走进仓库查探 此时小皮被动地打了个盆踢 阿伟立即拿起一把钢锯 然后慢慢靠近冰箱 他直接一刀劈了过去 还好主任挡住并咬住了阿伟的手臂 小皮想要逃 可还是被阿伟拉了回来 就在这时 小塔带着清洁工大叔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大叔想要阻拦 可是直接被阿伟放倒了 只见阿伟拿着钢锯步步逼近 小皮把头扔向小塔 只见小塔用力一踢 正好把阿伟踢晕了过去 随后几人将阿伟绑了起来 此刻真相大白 原来主任无意间看见阿伟欺负男学生 他用手机拍了下来 还说要去警局举报他 阿伟一怒之下痛下杀手 故事的最后 阿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教导主任也可以安息了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